韩王妃 何必骑着跑呢 慕王要做什么 哼 没什么 既然偶遇韩王妃 便想请韩王妃去府上坐一坐 喝杯茶而已 楚慕冷笑着逼近 眼中的目光进攻性极强 这时 猛追谢瑶的马车也停在了巷口 车夫一脸横肉 一看就是为练夹子 目光逼逝 韩王妃 请上马车 谢瑶侧头看了一眼深厚 冷漠微眯 慕王请人喝茶的方式还真是特别 若不去又如何 前有堵截 后有追兵 他必无可避 光天化日 当街对一个王妃如此 而且还动用了这么多人 他还真是小看了楚慕的胆量 这恐怕就由不得韩王妃了 这里距离韩王府如此之近 您就不怕韩王发现 谢瑶不动声色地留意着周围 想要寻找逃脱的机会 韩王妃不必白费利息了 本王的人已经布置在附近 尽管这里是五帝的地盘 但一炷香的时间 本王还是撑得住的 就是不知道 韩王妃能否撑得住 你以为装成满脸红枕 就能悄然通过本王设的关卡吗 本王是故意放你进城 让你远远地看一眼韩王府 也好断了你的面相 看了一眼谢瑶的袖子 楚慕冷冷勾了勾唇脚 你不必白费利息了 本王已经给足了你机会 城已经进了 韩王府也让你看了 你若再妄想逃脱 就太不识抬举了 既然如此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说完 他转身 迈步走向马车 就在即将登上马车的瞬间 谢瑶猛地朝着 一脸横入的男子出拳 男子一直在提防着 冷笑一声就挡掉这一拳 嗖嗖 下一秒 男子不敢置信地瞪大了眼睛 脖子上插着两根银针 倒地而亡 谢瑶冷血勾唇 一纵身 占据了男子的位置 就要驾马车冲出包围 不识抬去 骆王 刷 谢瑶只感觉头顶的光线一黑 仿佛被什么挡住了 抬头看去 竟然是数张铁网兜头照了下来 速度之快 根本来不及反应 他眉目冷沉 立刻挥动红帘之刃 竟然无法伤及铁网分毫 几下的功夫 铁网就将他完全罩住 动弹不得 韩王妃 既然你敬酒不吃吃罚酒 那就别怪本王不客气了 来人 把他给本王捆住 是 给本王不客气了 别怪本王不客气了